01答案我是Mike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纽约 被五大黑帮所控制 偷墙拐骗黄赌督每天都在发声 当时曾经试过一个月就有187家的银行遭到抢劫 那时的纽约就是法外之地 这些黑帮组织有着完整的结构 最上面的是老大 老大下面是二把手 接着是石夫长 最后是士兵 一般犯罪活动的指令都是从上往下传达 最后由士兵执行 这样的多层结构让犯罪活动很难与老大扯上关系 也让FBI束手无策 最多也就抓几个士兵坐牢 对黑帮根本产生不了实质影响 当时的纽约政府施政无方 大家都不相信执法机关能够对付得了黑帮 纽约实际上已经被黑帮统治 美国司法部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 但FBI一筹莫展 根本找不到处理的方法 但实际上 捣破黑帮的方案早就有了 这是由康奈尔大学教授 罗伯特·布雷克和一众法学专家 为打击黑帮在1970年起草的法案 所以实际上 FBI手上一直掌握着这个法律 但他们却不懂怎么使用 1979年3月FBI召集了一众骨干 去到康奈尔大学参加为期一周的研讨会 去之前大家并没有觉得这个研讨会有什么特别 甚至都不太愿意去 但正正是这个会议为日后FBI执法打开了新的思路 也为整个纽约命运的改变埋下伏笔 在反诈骗及贪污集团犯罪法出现之前 执法部门只能逮捕那些去执行任务的黑帮成员 而无法把罪行与老大挂钩 但有了这个法律之后 只要能证明这个执行任务的成员属于某个黑帮组织 他的命令是由老大一层层下达的 那么途经的所有人都算是同伙 所以说现在就可以同时起诉这帮集体犯罪的人 这样的话就能够把这个黑帮一网打尽 1980年7月 FBI纽约分局开始制定策略 准备倒破纽约的五大黑帮 他们调集探员分为五个黑帮家族专案组 黑帮有自己的规矩 在组织里背叛就意味着丢掉性命 所以没有黑帮成员会愿意出庭作证 不过在法庭上最有用的证人 其实是罪犯刺激 FBI决定从窃听开始 他们希望能够截取到黑帮老大 亲口说出他们参与到有关犯罪活动 FBI首先从纽约势力最大的 甘比诺家族开始 他们有21个师傅长 300多个士兵 上千个合伙人 甘比诺家族的老大是保罗卡斯特拉诺 据闻他手上有20几条人命 FBI的目标是在保罗的家里装上窃听器 但他们不能在没有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安装 所以他们要先从保罗身边的人开始 希望取得证明保罗参与了有关犯罪活动的证据 这样法院才会批准窃听器的安装 家族里最喜欢说三道四的是士兵安吉洛 安吉洛食量大 口气也大 嘴巴就像涌动机一样 要么再吃 要么再说 根本停不下来 那么就从他开始 由于安吉洛涉及贩毒 FBI向司法部申请了许可 在安吉洛家里安装窃听器 FBI发现安吉洛家里经常有人 他跟邻居的关系也非常好 很难能潜入他家里安装窃听器 但他们了解到 安吉洛家的电话线经常出问题 于是 FBI和电话公司沟通好 弄坏了他家的电话线 并派出王牌探员桥 伪装成电话公司员工 去给安吉洛进行修理 并成功的装上了窃听器 在几个月的监听跟踪过程中 FBI完全了解了安吉洛的行踪 发现他经常会到老大保罗家拜访 每次见完老大回到自己家后 其他黑帮成员就会到他那里开会 安吉洛再告诉大家 老大有什么吩咐 这也就证明了 老大保罗在自己家里 跟旗下黑帮成员会面 商议怎么从事违法活动 有了这个证据 FBI取得了在保罗家装窃听器的法律许可 但想要潜入那栋豪宅安装窃听器 几乎不可能 房子里时时刻刻都有人 保罗家里有着当时最先进的有线电视 而且就放在他平时和黑帮成员开会聊天的厨房餐桌旁 FBI开始干扰保罗家的电视信号 直到他找电信公司上门解决 这次王牌探员乔化身为电视机技术员 有趣的事情是 修电视的过程中 乔让黑帮老大拿着手电筒给自己照明 他就这样当着保罗的面装上了窃听器 成功在甘比诺家族的老大保罗家安装窃听器后 他们开始监听他所有的对话 并逐渐了解这个黑帮 只是可惜FBI一直没有监听到保罗直接涉案的话语 FBI发现保罗与家中的女佣哥利亚有私情 探员奥布莱恩设法认识了女佣 从中套话获取了不少有用信息 接着探员决定完心理战 尝试去激怒保罗 逢年过节 他就寄一张赫卡去保罗家 令保罗火冒三丈 女佣此时承认了自己和奥布莱恩有私情 身边的保镖怂恿恿老大把奥布莱恩干掉 其实作为一个黑帮老大 平常保罗只要抬一下眉毛 旁边的人就以心理神会 他根本不会说出让手下的人去干掉谁这种话 面对保镖的怂恿 保罗只是说 不用了 这样会给家族带来更大的麻烦 你们小心办事就可以了 那只是他的工作 想不到堂堂一个黑帮老大 竟然这样为自己辩护 探员奥布莱恩听了很感动 然后加倍努力工作 争取早日把保罗绳之于法 在FBI持续的监听中 也慢慢收集到了越来越多可以起诉他的证据 他们发现 甘比诺家族不仅绑架勒索 放高利贷开非法赌场 甚至还操纵了当地的多个工会 在美国 掌握了工会就等于掌握了话语权 哥伦布家族从事传统黑帮行业 例如放高利贷 非法赌博 跨州抢劫货车 必要情况下买凶杀人 哥伦布家族二把手 每周五都会和黑帮成员聚在一家意大利餐厅 在一个晚上 FBI前进去 在黑帮成员平常吃饭的桌子底下 装上了窃定器 FBI发现哥伦布家族高层来吃饭开会时 总会有一个叫拉夫斯科普的成员出现 他在黑帮里等级仅仅是士兵 但每次开会聊到建筑业务时 他都会在场 他是当地水泥河建筑工会会长 为家族赚了很多钱 掌握了水泥河建筑工会 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建筑行业 只要他们发起罢工 建筑商就无法正常工作 FBI知道 他是破案的关键 拉夫斯有个特点 平常谈生意不会选在办公室 而是在自己的车里 偷偷装上窃听器后 FBI录到了很多拉夫斯 威胁建筑公司 承包商等的证据 他会提醒对方 如果不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就会有生命威胁 迫于威胁 绝大部分公司都会花钱消灾 而少部分敢于反抗的 则往往会出现在第二天报纸的 头版头条 卢切斯黑帮家族的老大 叫安东尼克拉洛 绰号神隐托尼 神隐托尼以前是该家族的士兵 一步步爬到了今天老大的位置 他为人低调 不穿名牌 不搞排场 FBI通过线人的情报 锁定了卢切斯家族里的士兵 萨尔作为突破口 萨尔为卢切斯家族 打理他们所掌控的 垃圾回收业务 另外他还是神隐托尼的司机和心腹 所以在车上 神隐托尼肯定会讨论到一些重要的事 FBI找来一辆相同的车 研究在哪里安装窃听器最好 并不断练习 以缩短安装时间 一天晚上 在萨尔去参加活动时 FBI给他的车装上了窃听器 收取汽车里的窃听信号 跟收取家里或餐厅里的可不一样 你必须要紧跟着被窃听的汽车 FBI主要的接收装置 录音器材 监控器等设备 都放在一辆客户车里 这样的车比较显眼 而黑帮成员们开车时 都无比警惕 会时时刻刻看后视镜 他们有时突然加速 有时又以蜗牛般的速度行驶 有时甚至直接闯红灯 以检验自己有没有被跟踪 FBI每次都派出好几辆不同牌子 型号款式的车 每辆车都装上一种叫中继器的设备 中继器可以接收到窃听器 发过来的信号 然后把这个信号增强 传到客户车里的接收装置 有一次 萨尔去度假回来后 发现车开不动了 窃听器靠汽车的电池运作 结果这车太久没有启动 电量耗尽了 萨尔打给车厂 要他们马上派人把车拖走修理 虽然可以在汽车送到车厂后 跟车厂沟通 但FBI不想节外深知 他们让一位警察 在路上把拖车拦下 幸运的是 这辆车的驾驶员驾照 已经被吊销了 于是警察把他拉离拖车 押到警车前问话 而其中一名FBI技术员抓住机会 溜进那辆车里 把窃听器拆下 几天后 萨尔取回车 出去吃饭时 FBI趁机再把窃听器装上 卢切斯家族 垄断了整个垃圾回收行业 并控制着行业的工会协会 甚至连行业标准 都是由他们来制定 慢慢的 FBI在窃听过程中 也收集到了 越来越多有用的证据 FBI成功收集到了 三大黑帮家族的犯罪证据 但五大家族中的 吉诺维斯家族 才是最关键的部分 他们是全美规模 最庞大的黑帮家族 要扳倒整个黑帮组织 就要先拿下他们的老大 托尼萨莱诺 绰号胖托尼 FBI在监视 胖托尼的过程中 发现他每周一 都会去位于曼哈顿 115街区的帕尔玛男子俱乐部 星期四早上离开 FBI从情报处得知 胖托尼同时跟几个工会高层见面 商量如何经营赌场 如何贿赂高官 FBI设法在俱乐部安装了切丁机 1984年12月12日 专案组迎来了重大突破 FBI拍到 卢切斯家族老大 神隐托尼走进俱乐部 与吉诺维斯家族老大 胖托尼会面 说明黑帮之间的相互联系 比想象中更为密切 在切听的对话中 两位黑帮老大亲口说到了一个 此前县人们一直提到过的关键词 理事会 根据情报 理事会是黑帮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 在深入的调查中 FBI发现 这个理事会由纽约五大黑帮家族老大组成 各自垄断不同的行业 为了赚钱相互合作 同时他们也制定规则 解决帮派间的纷争 解决不了纷争的时候 就解决掉引起纷争的人 发现黑帮理事会的存在是一大突破 因为这就说明了五大黑帮家族老大是同谋 FBI也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理事会的调查上 综合目前所有的调查信息 发现理事会的手几乎触及到了曼哈顿的每一项大的建筑工程 任何超过200万美元的项目都只能与黑帮选定的几家公司合作 而且黑帮会从每项工程抽取2%的利益 当时美国经济起飞 很多时候随便一个项目就能够为黑帮赚尽千万美元 而同一时间曼哈顿有几十上百个建筑项目在同时进行 虽然FBI的调查有了重大突破 但目前的这些证据还不足以打赢官司 要以反诈骗及贪污集团犯罪法起诉他们 就必须把黑帮理事会与其暗中进行的犯罪活动连在一起 为了证明这些黑帮危害一方 FBI需要找到更吸引外界注意力的证据 证明理事会曾下令行凶 6年前的1979年7月12日 伯南诺家族的老大卡门 在布鲁克林的乔和玛丽餐厅吃饭时 被5名黑帮男子乱枪打死 根据线人们的情报 卡门平时为人招摇 形势高调 极力想成为美国黑帮大佬之首 他过于激进的行为 惹恼了其他老大 另外4个家族一致同意把他解决掉 其中一名枪手是伯南家族的士兵安东尼 他在完成了任务后不久 就被升为石副长 案发后 警方很快找到了作案人逃逸用的车 但提取相关的指纹后发现 与安东尼的指纹不吻合 案情就再也没有进展了 FBI决定重新彻查所有证物 他们找到当年的车门把守 上面虽然没有指纹 但有掌纹 不过 警方的资料库里 没有安东尼的掌纹资料 通过情报 他们得知 安东尼会与女友在某天去诊所复诊 FBI当场逮捕了他并提取掌纹 最终确定他就是其中一名枪手 现在找到了证明安东尼是枪手的关键证据 那么接下来就要证明这是由理事会所下达的命令了 巧合的是 案发当天 一家名叫雷文尼特的俱乐部 有秘录电视拍到安东尼和几个人在俱乐部互相击掌拥抱 安东尼是伯南诺家族的成员 自家老大遇害了 他却在外面庆祝 而向安东尼表示庆贺的 是甘比诺家族的二把手 1984年5月15日 FBI接到现报 黑帮理事会所有大佬要一起开会了 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 而且每次开会他们都极为小心 开会前一旦发现有任何可疑车辆或不妥的地方 就马上取消会议 会议在当天下午一点开始 提前过去很容易打扫惊蛇 FBI决定反其道而行 两点才出发 他们只要能拍到黑帮大佬们离开的画面就可以了 几大家族的成员纷纷从屋里出来 此前证明理事会的存在 以及他们犯罪的录音证据有了 证明他们曾下令行凶的证据有了 这下能够证明五大黑帮家族 紧密联系一起开会的照片也有了 1985年2月24日 FBI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他们定于隔天的2月25号一早 去逮捕所有的黑帮老大 不过最紧迫的问题突然来了 NBC电视台线人打来电话 说他们已经知道FBI会在第二天进行抓捕 NBC会在晚间新闻播出这个消息 来电当时已经是傍晚6点 留给FBI的时间不多了 他们当即决定马上抓人 以防黑帮老大们逃跑 所有黑帮老大同时被带走 他们将面临起诉 执法单位称这是有史以来 针对有组织犯罪最为重要的诉讼案件 之后这些黑帮老大被允许保释候审 1985年12月16日下午5点30分 保罗去到曼哈顿中城的一家餐厅开会 下车时事先埋伏在附近的 安吉洛等三名枪手开火 保罗当场遇害 甘比诺家族的规矩是 不允许做毒品生意 而安吉洛和约翰知道了 他们被FBI监听后 担心自己偷偷贩毒的事 会被老大保罗在庭审期间 听到录音而发现 违反了黑帮家族规矩的结果 只有一个 安吉洛和约翰决定先下守卫墙 把老大给干掉 保罗的遇害给FBI和检方 带来了不少压力 全美国都在关注着这个案件 根据美国宪法 陪审团需要达成一致裁决 检方必须要说服全体12位陪审员 而辩方只要能说服其中的 一两位陪审员就等于赢了这场官司 经过漫长的审讯 陪审团离席 进行审议程序 讨论该如何裁决 一天的时间过去了 两天 三天 四天的时间过去了 依然没有结果 时间越长 被告被判无罪的可能性就越大 检控官甚至都要准备写 有罪和无罪两份新闻稿了 在审议进入第五天 陪审团终于有了结果 整个纽约的人都围到了法院周围 陪审团回到座位 陪审团团长站起来 宣布 罪名成立